墨西哥也在当地时间19号发生了瑞士规模7.6的地震 由于震源深度只有15.1公里 是极浅层地震 摇晃之剧烈 首都墨西哥全非常有感 民众惊吓纷纷出逃 而且全部都躲到大街上了 太平洋海下警报中心针对了哥伦比亚 哥斯大黎加 还有厄瓜多 还有萨尔瓦多等九国发出了海啸警戒 由于墨西哥也曾经在1985年 还有2017年的9月19号发生大地震 现在强震来临之前 墨西哥全才刚举办了919强震周年纪念演习 历年三次强震 这都发生在9月19号 恐怖巧合让民众不敢置信 南马都台风肆虐日本西南部造成了至少两死 今天清晨更是在关东新泄再次登陆 再掀起了灾情 而南马都在14号登陆了九州路尔岛 为日本西南部带来的狂风和创纪录的雨量 造成了至少两人死亡 而多处的地方交通也跟着中断 日本时间今天清晨4点多 已经减轻为青台的南马都再次登陆了 而4月9州之后 今天少午长着本周的方向继续来前进 预计还会有更多灾情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 MING PAO TORONTO